欢迎回来 马六甲野心工业区的一家资源回收厂 怀疑管理不当 导致附近一带的水源受到污染 野心和万流旺的用户过去几个月 深受自来水出现异味的困扰 三州水源监管机构 昨天已经发出了七天的立即关闭通知 论令工厂提升和维修现有的排水系统 马六甲水务有限公司 梳理主席在地希望工厂停运 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水源的问题 异味污染的问题 为用户提供干净的自来水 我以为 fences 不用再把小格这些涅槽 动作每一天 可是筹这生涅槽也 Nothing 可能要 зах够几 form 差不多1-2年的產量 根据森州水源监管机构的声明 当局之后前往昭市工厂取水调查 检测样本结果证实 工厂水源含有的污染物质和气味 和 lanjang取水池是一样的 除了下令关闭工厂 执法当局也会不时的派人监督 确保工厂遵守所有的规定